市長今天來戰萊豬嗎 不是副市長黃珊珊 台北市長柯文哲 親自出席行政院會 繼上一次來市 2019年4月25號 相隔一年半 為萊豬議題正面迎戰蘇貞昌 很平順啦 因為蘇院長也說 那既然柯市長 他是一個專業意見嘛 那就請衛福部跟農委會 參佐嘛 我跟蘇院長說 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何必搞到整個社會動盪不安 說任會裡面氣氛很平和 但柯文哲也白話 對蘇貞昌下打給 農委會衛福部的指示 能不能確實達到自己的訴求 沒把握 誰執政 誰就贊成 誰在也誰就反對 然後政黨輪替以後 換了位置 每個都換腦袋 政府也不會 他今天就算要反駁 我看也要提出理由嘛 我看他提出什麼理由嘛 吹舟北市11月10號就發文 告訴中央該做的事 包含公布源頭管理 邊境管理的流程圖 具體說明邊境查驗 抽驗肉品的檢驗方式 訂定萊克多巴胺的容許量 逼照Codex 限量標準 落實標示原則 QR Code 科技併用 做一個主權國家 也不是說完全都 全部聽對方的 我們還退一步說 我允許你進口 我只是要你標示而已 副市長於臨時動議中 去提出相關的建議 台北市辦的牛肉麵節 今年冠軍用的 就是萊克多巴胺的美牛 如果萊克多巴胺有問題 我相信台北市也不會由 副市長親自去頒獎 你今天跟蘇貞昌提建議 你有覺得他海失智嗎 漢院長碰面 柯文哲少了以往的火氣 但聽到問話 笑聲的含義更勝過言語 過去多次為萊豬 槓上蘇貞昌 健康的疑慮一天沒解決 為了捍衛台北市民的權益 柯蘇勢必還會有 下一次的直球對決 記者簡鴻奇衛文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點讚開啟小鈴鐺